旅客提着大包小包来到机场 以后国外旅游复苏 为了提升服务品质 桃园机场推出智慧化服务 预板登机和自助行李托运系统 我们现在已经很早就开始使用 自动通关系统 自动通关系统据我的了解 我们现在大概80%的国人 出国的时候就做自动通关 这个第三代自动通关系统 最大的特色就是注册 加通关二合一的功能 只要是圆满12岁以上 身高超过140公分的 有户籍的国民 以及持有外桥拘留证的外籍人士 都可以直接来使用 第三代自动通关 旅客只要拿着护照 扫描脸部特征和指纹 申办一次终身试用 台湾现在也和美国 韩国 澳洲 意大利 德国 新加坡 六个国家签订自动通关系统 淘际公司统计 目前超过800万人 使用自动通关系统 配合自助行李托运 拉高使用率 我们现在已经设置了 26台的SBT系统 它本身就有一个 直引的一个萤幕在旁边 旅客用到这个系统的时候 很快就可以跟着 我们萤幕的引导 完成这个行李通关的手续 有了便利的智慧系统 加速旅客通关速度 多出的时间 就能到新升级的购物区 挑选更多面穿商品 TVBN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TVBN新闻网站